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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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紅兒在第一周比賽玩得非常出色的英雄 就是在會戰當中的輸出 打得非常的滿 對線上就是可能是他的小缺點 還可以在對線上玩得更好 好 那現在吧 這是一等 是直接打得起來 紅兒的位置有點危險 阿越出了一個破綻 上面的利罪途徑是直接打出了紅兒的閃現 那這個一等B閃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有講過 J-Team 的組合必須要從上中也突發 紅鬚出現 他們現在應該是要預測對面是 A15 這邊TAKO換得比較 你只能預料對面的帶路徑一定是 刷完我的兩攤野怪之後去紅去刷自己的紅 欸 這下路是一個手雷暈到再一發破甲劍 欸 兩邊打野在互看 但在舉起拳頭的裡面是老闆垂得出來 把TAKO垂到了300滴血 還能在追嗎 然後他的反擊中暴也沒有定到 欸 這邊跳上去開了武器中石 不過回頭 頂尖對決也開 閃現之後要硬打破綻 這時候跟閃 隱形之體砍了兩刀破綻 再一刀 有沒有機會 塔下 成功由阿悅在上路 完蛋了SOLO 阿悅被反手開了一個大決鬥就要啥意思 欸 那中路敏智 這邊是漂亮 上去 配合的Lawbot 一波訓練衝擊的錘到 後來的空殺防壁雖然是把人給錘回來 但似乎是跟火部連結的CC一起被抵耐掉了 紅兒也來了 但那根眼睛是一個人看到兩個人了 那邊要不要來 直接輕斗突擊塗了上去 換掉了布魯斯的雷霆萬鈞 那後續被超級把電子包給電住 但呼吸到轉身上來 就閃現躲掉了空殺防壁 但是自己也被暴風鎖雷浴在原地 後續 紫蘿蔔感到火部連結 舉起Taco 完成擊殺 Taco的玩法真的有點太過獨行俠了 他是一個人就凸上去了 後來一個多連鎖 再逼一個紅紅的閃 他現在 他是一個有目標的人 有目標之後他就會想要去執行 但他不會去想對面的後手跟對面的反應 這邊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先推先靠 然後必死殺了 但是 想的就真的有點太簡單 貝智庭這邊比較簡單的就守住 因為其實包含視野 甚至是HPS下路線還在做推進 Taco的機會 來 Taco 跟Taco Taco的連擊 上來已經開了武器中施 阿越 怡情之地想要走 身上是有閃的 被經路突擊給塗到 但無機風暴是捲得有點太早了 躲轉之地暈在了原地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走掉了 哇 這個有點尷尬 而且中路也是練到 但是反而是紅額先手的擴插防壁 將敏智給推到了塔下 剛剛那一波呢 Taco的大絕交得比較早 上路的Taco大概交得比較早 阿越應該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開始有意識到 欸 敏智施君之道撞上來 將紅額推到了指甲打野的臉上 火火連擊舉起這次的combo 完成了擊殺 欸 Taco怎麼也過來了 教一下自己的分身 能再走嗎 被訓練衝擊撞到之後練到 欸 是練到的小兵不過甩鏈子 不然魔法陰石衝擊 依舊讓敏智拿下Double kill 蠻好的康塔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的replay 這邊算是紅額自己有點不小心了 因為其實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大絕的情況下 而對方也是一個你的頭像亮在他的這個血條旁邊 當然是走得上去很簡單的就會推回來 後續這個詞就有點更過分了 吃到了兩張Q的傷害 然後Lava一個漂亮的康塔 但是其實浴室者吃的速度有點太快了 IC8就會蹲在點草裡面 要打架要打架 對 這浴室者放了 但是人要來 但是Lava一個人在暗上 有點尷尬 現在全部人都來了 性能衝擊一撞 撞到的是分身 火火連擊也開在了分身身上 烈也練到了分身 全部的技能都交給了那隻假猴 很快 那不過後續一個奇幻圖騰繼續緩住了IC8 IC8身上被掛了虛弱 他成功的回到了塔下 前面是Taco的無機風暴 稍微限制住了對手 IC8成功的存活 但Lava還不想放人 他很氣 為什麼能垂到一個假猴 又是一個假猴 要不要再O-IN一次 小尷尬了 哈哈哈哈 小尷尬 這他在 這部會戰是比較難玩的 紅鵝已經交掉了殺影霸者 但前面續了拳頭 加了直律生活篇章 火火連擊 續到了四肢亥德的身上 那後面是紅鵝推開了人 泰德存活了 那不過阿悅沒有要放人走 怡心自己上來抽死 不過自己也被賣掉了 那後面是TP下來的Taco 還有布魯斯 上去 閃現的反擊風暴暈住了兩個人 現在盾攻擊被打得出來 往前面繼續要開墊 布魯斯還能不能再做輸出 下面 敏智也到了 通了一個風暴 通路 小心一點了 右邊 中野都來了 火火連擊又鎖泰德 加著最終邊站上去要定 但是泰德叫著閃現往後做拉扯 前面是Taco 一個人進去賣 用無極風暴 限制到了非常多的人 但自己 一樣要成為棄居 換來的是HGPS 其他成員的存活 做了一圈視野之後 這個八龍 喔 又被開了 這時候火火連擊鎖的是IC8 敏智也貼了上來 中野的傷害直接就秒掉了輔助 那紅額這個空殺防臂 似乎是被地形給卡住 前面無極風暴 擊飛了兩個人 開得也趕到 但破甲箭沒有射到 上面 阿越提B下來 一刀斬下紅額 下面的Taco 也沒有能夠頂住 老闆還有布魯斯 快還要更快 那下路紅額 似乎是給出了機會 火火連擊鎖到 忽殺順勝往後要走 那敏智也拖累空殺防臂 直接走到臉上 將人給推了回來 布魯斯的感到 四個人的夾擊 最後的龍火龍魂 放給這一team的話 感覺 欸 Taco 直接往前衝 有機會嗎 哎呀 任何一個時間點落後 遊戲都會變得非常好 這邊是紅額 先自在蓋塔 右邊的布魯斯 雷霆幻君一開 電出了IC8的閃現 那邊Taco閃現上來 晶鬥突擊 接呼吸風暴 期待限制的效果 到後面垂進來的LAMA 垂死了IC8 下面的布魯斯 手下Taco都在往前 也將紅額送回溫泉 敏智一個人在塔下 似乎是過於激進的操作 被泰德跟Taco 給打一個正軸 現在甚至還有個上路的二塔 是本代阿越是領先的 但是現在直接槌了進來 這是一個飛愛帶貓 槌三個 但是被反擊風暴 加的是包裝手雷 暈在原地 他又在打那個假猴 回頭交了一個驚人 製作布魯斯的感到 看了雷霆萬聚心 用基地連彈電視了Taco 在整體隊伍上 要開到奇蹟團 也是有點難度 Taco想先去踩位置 但是被蹲在這裡的阿越抓到 那Taco 還有很遠一段路 還敲了一下眼 但其實J-Team 沒有在O-IN這條巴龍 而是在等這條猴子過來 但上路的阿越好像又被抓到了 被反擊風暴遇在原地 武器露特斯一敲 被墮落雷所綁在原地 蓄力一擊一敲 由上路的Taco 賈克斯 垂下了下道 但巴龍 放給了J-Team 阿越這個死 現在目前30分鐘 老寶 老寶 你是好像 沒辦法 20秒之內也吃不掉 又是這個點 又是派著你嗎 找到 但身上沒有貓 所以老寶 不敢在一起 但現在明治 是不是又被抓到 閃現的反擊風暴 暈住 全部人冠傷害 明治交了一個驚人 偷了一個無擊風暴 轉了一下 這圓骨龍還有一萬多滴血 又死了一個中路 又死一波無打4 阿越要踢回來了 老寶 垂了出來 Q閃垂了這轟鵝 活不點擊 鎖得是害的 在後面布魯斯開電了 操作 往前紀念連帶 可以 掛了一個徐隆 在Taco的身杖 空了兩下 空了三下 但不過沒 這大還是完成了Double Kill 電光師我過來 繼續找紅鵝 現在他化身校長 也要幫你們借王影 紅鵝 喔 第一高人膽大 躲進這從裡面被看到 哇 膽大心系 他真的給他走掉了 但是 這能改變什麼呢 現在是 4打2的局啦 要守住還是有點難 而且是帶巴龍的 所以應該是要直接 帶到底了 哇 那這樣帶著巴龍 門牙塔 完全頂不住這一聽的攻勢 雙C 救不了比賽嗎 紅鵝 而 利用沙兵很努力的在戳 但最終這場比賽 依舊由Jay Team成功拿下 我恨心的 既然是 較恨心的 幾個經驗